玩一把勇烈的双子 一同来打慢了 突破慢了一点点 不然应该可以杀到这个箭上 他们迫不及待的要逃命了 老炊死了 虽然起码两夹子起步 我把人换了 你把人换了 我把人换了 我把人换了 好 是怎么看着 羊毛上的灰烬 嗨 不是你他妈刚才不是过来了吗 这竟然透露我的意义 他没那么快的 他往这边靠一下就好了 这一套先把箭上给他秒了 这小机过来恶心我了 哎呦玩的好难受这样子 我第一层吃不到待会很难倒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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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就等你追回来 对吧 我们的帽子%$%! 主某兵有点多先不给他打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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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号 这葛子骗谁呢你 什么叫以德抱怨 队友在我盘面都不过来帮我 我印记都不要都过来帮他抓 给个空不然我要死了 可以那没事了 他刚才要是不过来我就上F4了 他过来的话就是好兄弟 待会接着帮他抓 吃一下第三层啊 这个千绝的印记啊 第一层是一定刷到核道蟹的 二到四层的话 就会刷到核道蟹 以及对方的F6跟这个蛤蟆上面了 我的妈的一刷印记 这个妖姬就过来了 成恶心人 这中叶双排连体的是吧 怎么第一次人感觉要刷的对方F6 没什么时间去 没二的剑神 没二没赏 他有赏的吗 有赏刚才怎么不开呢 那他蛤蟆可能没吃就下来了 这样子 过来 所以这层烧的蛤蟆了 越了吧越了吧 老加利奥了 他就打先锋了 这个剑神赶紧把罗拉了 第四层拉到了 头四层很关键的 射层可以压制一下 你要被越了呀 瑞文 总也在上海打完先锋 肯定要抓他了 帮他去抓呀 对面这把爆发好高 这个雷文怎么都不听信号 这个雷文 这雷文太迅了 他 他不可能能活得下来的 我看他在山上即将 当时不可能请在山上 撤了 在山上 外面 他不可能会找你 他不可能会找你 他不能就说 啊 那么 你 你 我 拿下第五层 这五到八层就会刷到对面的 buff石油轮跟三缆了 我得搞一波的诺手 他没吃到一些啥很难受啊 他快来了 右上角 1030左右震动时要死 你别空线了 我先推他马上到了 我一个人伤害不够的 他铁板鞋 但时间应该到了 他在等什么呀 他知道我在蹲 他上招没了 再杀他一次 先一减减速 让路人打控 不知道你在怕什么 我一个射手砍塔 再吃个一些塔 哎呦 我这把不来的话 他一个塔皮都吃不到 把这一些塔收了 我们这上塔 把它没了 冰击换回这个剑身 敢再刷一会 印记又刷了 我吃个蛤蟆记得去对面石油轮 不对 这个弄手好像要拆这个塔 这塔没多少写 他没双招的 然后S键开头 他还不A 这把第七神收一下 这把第七神收一下 电神在这边 过来 第九神烧到小龙了 八成之后的话只被刷到大小龙了 直接去取一下 再把对面爆发比较高 从半时候带一套 快点 这上路硬身在给他扳起来了 对方多了一个大剑 该不会打不过吧 这路不朗什么意思 这样子来的 第十一层刷到先锋上面了 就说是1个大剑 还准备了 是1个大剑 就说是1个大剑 就说是1个大剑 1个大剑 3个大剑 4个大剑 3个大剑 3个大剑 2个大剑 15分钟11层印记 无敌 他们不带了 上路两个死了一个下路两个我打不过我的我可以EV2 我为什么杀了恶菲琉斯听到一个女的声音啊 她的妹妹 我有神分在你怎么可能瞄我呀 他把Q交了可以杀了 哎呦被沉没了大开不出来 不然这波开出大将是天秀 这布里斯的2有沉没效果的 按了2没反应 还好印记拉到了 这一般来讲这个签决游戏结束能拉到7层就不错了 更不用说这种17分钟12层的签决了 对吧这个签决什么含金量就不用我讲了 嗯 伤害差了一点点 差点起来 神分300血蓝沙宝石200血 在A对面回血 在A对面回血 那我也打打不过他 空可以等我过来一下再给 坏了 这不应该吃两个印记的 这队友给你标记 就代表他要过来 但你得看看他的位置 队友差不多到了 我再把这个控制给开了 双窗他要三窗了这样 这剑身E的话增伤的 对血量对他比较有效果 直接团吧 我们这团控比较多 可以瞬间把对面秒了 再开个大 把这剑身可以包一下 他在草里面他在草里面 毕了吧 毕了我们打大龙 他应该是毕了 直接打大龙 坏了加了要怎么大过去呢 给他丢个灯笼吧 有没有 别拉他回血 别拉他回血 六百五射省 六百五射省 算了 不出智慧墨浪 感觉智慧墨浪 现在性价比有点低 这妖姬打就给他打 反正就他一个APD 他杀就好了 比较多了 绿与先死了 放个诺守 标击应该要过来了 咋回事连不上来了吗 上方 上方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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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硬接在诺手身上 他没闪了 这里要给他开个大 这要送塔了 他不走 我打龙了 有点亏感觉 拿了他身上的印记 但是也亏了一层龙的印记 过来啊过来过来 这里要跳个大 压个起身 这么高的血量 你想杀我 可惜灯笼给我 我吃了5000的伤害 换上水银鞋吧 然后再来一个什么好的 换上水银鞋就可以了 我现在攻速够用了 换个水银鞋 我就可以抵消到两个窗头了 最后一件买啥呢 这把都走特效了 再来一个破败 特效留的话就不坏就好了 主要是买一个大剑给这个妖机 我觉得很亏 来一点点抗性就够了 我们现在这个高印记层数的话不缺攻速了 他每一层都有加Q的攻速的 Q一下加105% 这套装备的话打团厉害 还是不要想得去一个人搞事情 跟他队友一起走 抓一波动手吧 他落单了 神分加黑切的破甲就够了 可以减一半 自带一个大大青鱼 杀谁不好来杀我 不交闪烧 他有点浪费 因为待会要护活了 把快点还可以拿龙 我再咬一下 差不多一口20%的血 最大生命者 这个蓝铃 这个W咬了2000了 换个前排吧 前排好杀一点 再来一层小轮的印记 再来一层小轮的印记 走到不开了 要被他压起身了 操控一下 差点出问题了 他好像还差一刀 扛死我 这台轮还没拉掉的 只要装备的话 打团伤害会更高一点 但是单点伤害会更低一点 最关键是他容错率高 不容易死 不然这个键上随便看你几刀 你可能大完没开出来 你就没了 多了1000多的血 加上回血 再来吧 再来吧 中文字幕——YK